賴清德的新廣告上線主仇選和你一樣好的人 姚立民說對比國民黨侯友宜透過廣告抹黑煽動對立 好的選擇就是賴清德對此市長會覺得 姚立民的指控是活在平行事態的 賴清德 你是不是在開玩笑 封城了疫苗的資訊 誰進了壞蛋 誰接受新招待 你好人跟壞人 你真的搞不清楚嗎 人民想要問的 我登了一個廣告 把人民想問的弊案 你也要告訴清楚啊 你不但不講清楚 後輪派人也搞不清楚的話 換侯友宜來當 我把人民的問題 要完成政黨輪替要真相 我成立新的特尊子 這隻一隻擦好清楚 還給人民一個公平正義 市長 早上陳志涵說 給兩億美金的是國民黨的人 但柯文哲剛剛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完全迴避了這個問題 市長怎麼看 會不會希望他直接把人講出來呢 我不清楚這個事 民眾黨自己說的 是為民眾黨罷 那市長有提到說 開放陸克跟陸生這件事情 不過賴清德正義這邊批評說 他還沒有當選 就在討好中國 那柯文哲另外說 這個是一切都要按部做班 那市長怎麼看 民進黨又來了 又想抹紅頭友誼嗎 我記得2008年 開放三通直行的時候 民進黨又說是 有嗎 沒有 沒有嗎 現在沒有嗎 沒有木馬塗層劑嘛 我記得 要約法開放的時候 民進黨也反對 都是謝長廷說什麼 他說 女兒找不到工 女兒都要去黑龍工 結果咧 執政以後 要反沒有會喔 你們又繼續修容 你們怎麼不再說 其實兩岸之間 不要老是用佛中的方式 我們要的是用對話交流 佛友宜一定用交流增進理解 所以我們不要的是戰機 我們要迎來客機 我們不要危機 要的是商機 希望找到一個和平的好時機 我們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我們要有信心 歡迎入客入生來台 至於要在這裡就業的 就按到現行的大陸人士 在台就業的方式 現在怎麼規定 我們就怎麼做 一切到現在也沒改變過 不要每道嫌疾 用意識形態來操弄 果然啦 這沒效了啦 市長那個關於最近啊 這個國民黨的民調提升嘛 那跟柯文哲的差距有拉開了 但柯文哲剛剛說 這只是正當起而已 你認為呢 我和邵邵康 會一起穩健的往前走 贏得最後的勝利 市長今天 周宇軒又在這個廣播說 講到這個簡訊的事情 他就說柯文哲的道行 明顯不如你啊 那怎麼看就是民眾 好像一直糾結藍白的東西 是不是在蹭來你的聲量 柯文哲不是幹過 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我跟邵康 一起努力 完成政黨委屈 市長在三個月 剛剛專訪有提到 打給郭台銘好幾次 另外會約柯文哲來聯合內閣嗎 其實我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團結所有在以的力量 大家一起努力 讓我們的力量更強大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更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折扣 時刻美好 今天觀眾朋友 gegenüber 搞定